至上剛剛看到的是文在寅最新對北朝鮮的 這一個人道援助疫苗的喊話 他5月上半旬 這個出訪華盛頓找拜登要疫苗的時候 他的民調跌破三成 他現在得到疫苗之後 他的民調反彈 第一次看到四字頭 所以得疫苗有沒有得民心 有沒有得民調 從文在寅身上來看很明顯正相關 是沒有錯 其實文在寅的速度很快 一個多月的時間 民調能夠有這麼大幅度的拉伸 當然對於他在疫苗上面的取得 跟努力有相當的關係 那一方面是透過拜登政府的合作 二方面剛剛也看到了說 他其實不管是各個大廠的代工線 最快Q3都可以開始出產 那AZ已經在使用了等等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來說 其實你剛剛看文在寅他這一次 他這是在奧德裏的講話 其實這次G7文在寅也去了 雖然他不是G7的成員國東西 但是他很積極的配合美國 在參與這些所謂G7大國之間的合作議題 大國形象大國地位是有幫助的 第二個他就講到說針對北韓 那當然他把北韓的疫苗提供 跟這個和北韓之間的對話掛鉤 那這個部分我也覺得和拜登的整個政策 是完完全全是一致性的脈絡在前進的 那第三個是講說疫苗的人道主義等等 那你從這邊來看 我們可以再回來看比對日本 剛剛也提到日本 其實你會發現美國在亞太地區 對韓國對日本的疫苗外交的合作 其實兩條很大的軸線 他透過南韓來說 我要提供疫苗來穩定北韓 他透過日本從一開始提供給台灣 到現在你看這個貓民兵又加碼 要透過COVID提供給台灣 提供給越南 可能還提供給其他亞洲國家 你看到說這兩條軸線 一條穩定了北東北亞 一條往東南亞去前進去穩定 所以這個構成當中 你等於部分去阻絕了 中國可能在提供疫苗 給這些東亞國家的空間 那這個當然是拜登 整個大的疫苗外交的圖像 所以我都開玩笑講說 台海的和平穩定 快要變成拜登共識了 是拜登跟其他國家之間的 整個的共識 那這當然會對中國形成很大的壓力 所以在這個壓力之下 你就會看到說 難怪美國這個很著名的這個雜誌 這個外交雜誌 它最新一期的封面 是一個中國大陸 它那個龍的五個爪 伸向台灣 它的內容就是在講說 中國似乎急了 習近平似乎急了 就是說武統的這個企圖心 似乎越來越明顯 當然外交雜誌講的 三個原因 第一個當然是 他面對兩個一百年的這種野心 民族復興的壓力 還有他對於台灣這種意識形態跟制度自信的一個立場等等 但是不管就是習近平的武統的這個signal看到越來越強 那內容我就不提了 外交雜誌只講一件事情 說面對習近平的武統的衝擊 如果只單套美國自己在那裡喊說 我們要支持台灣保護台灣 是不是足以 這個制止習近平的野心 他是打上問號的 但是外交雜誌給了拜登政府一個方向 而且這個方向跟他們在G7做的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方向 就是說 美國要聯合世界上其他民主同盟國家 很清楚的讓北京知道 而且讓北京相信 當你要武統的時候 就是失去台灣的時候 就是失去中國崛起的機會 就是失去世界的可能性 因為你要讓北京很清楚的了解到說 當你要武統的時候 美國是會聯合所有的國家 從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性的去制裁你 這也就是G7這次講的一個叫做 中國是系統性的挑戰 那是指一個全面性的概念 所以你從這裡來看 我覺得G7整個過來 對習近平的壓力是越來越大 而且在建黨100年之前 會讓習近平一種灰頭土臉的一種感覺 好 我們稍後回來